所以很多狗我们救援的时候 它已经是这下面都是白骨 下面都是白骨 我很多那个照片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里肉都烂掉 放了大概三天几天烂掉之后 它才能够脱绳 它才能够脱掉 我稍微这样弄我就脱不掉 县员陈宇军以及业人创 今天邀请到县府农业处 林务局 普立正公所 以及南投县关怀动物协会 在服务处共同研讨 要如何清除虎头山上的三株调会议 县员陈宇军表示 虎头山上有许多猫狗 常因三株调陷阱的设施导致断脚 而虎头山是个浅山区 且三株调已被农委会公告自 3月1日起是违法的 因此今天也希望 协请相关单位来重视 并能够妥善处理 在这边举标会议最主要是因为 南投县关怀动物协会 那他们呢在这一年当中 发现有很多的这个 不管是家犬或者是流浪狗 都因为这个娃亚索 这个山猪调的关系 然后呢就是缺手缺脚 那有些狗呢 甚至只剩下一只脚 那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来举办 这样子的一个会议 那邀请我们的农业处处长 还有领馆处浦里区的这个主任 那还有我们防治所 那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台湾山区 救难协会的这个大队长等等 那我跟他创意员 大家一起共同来商量一个 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县议员叶仁创表示 虎头山是游客以及正名运动的 秀气地方 也恐民众不小心踩到山猪调陷阱 而受伤 因此除了呼吁民众 不要在国有土地上违法设置山猪调以外 也请农业处及领馆处等相关单位 能够多加宣讨与取缔 让山猪调在虎头山上能够进决 我来呼吁大家 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宣讨 在潜山的地区 在公有地 比如林务局 或郭川山署的山地里面 其实放山猪调 这个其实是违法的 重要的是 还是怕担心到 影响到比如说在虎头山 很多群众会带小朋友来运动 来游戏 如果造成这个山猪调 产生人命的危害 这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大家能体察到这一点 然后也能配合相关的 动保的团体 也能配合县政府的 相关单位的宣导 然后把这个山猪调 看能不能把它禁绝 副委长潘一全也提醒民众 自3月1日起使用山猪调 会构成违法的行为 也请民众不要使用 避免受罚 记者陈伟一 普理采访报道 啊 谢谢大家